欸 菲歐拉 變菲歐拉 開二薩斯 對 這麼有趣 覺得這個菲歐拉更難處理 可是開二薩斯 打團真的很容易出事欸 那RNG想一下 二薩斯拿不拿 一定要拿 一定要拿 沒道理的 關鍵局對方開了這種硬霸角給我 那我就拿 這麼OP我不選 這 我跟你講 這麼OP你不選 重點是你還要過一手給T1欸 太難受了 太難受太難受 還是 還是 還是可以 明明大破大力 關鍵局 靠你了 不要再硬了啦 軟一下啦 好好好 軟一下 但是索拉卡來講的話 目前在世界賽我們看到的其實還是搭配 克里斯大隊居多嘛 對 因為索拉卡很容易死 對 好保 啊 這個組合的話 卡歐里是拿過的 就是用那個法洛士去搭配坦可奇 對 他也來了 對 這邊還是得幫我們的虎大將軍拿點優勢 但是煙霧彈裡面一躲 然後Oner過來 好像沒有被看到 兩個人要反打了 但是進塔了 感覺傷害不夠 Faker 欸 拉了一個距離 欸 轟了你在幹嘛 為什麼不殺他 Faker還想逃跑 再點一個果實 想要去送塔 但是時間是不夠的 就是這個一定還是會有擊殺 要14秒太久了 欸 Execute 欸 可惜了 我的臉被打到頭轉了360度 所以我說剛那波打完的重點就是中路兵線了 看誰虧 對 看哪邊的線是回推的 誰就虧爛 欸 哇 咒斯 怎麼了 就這樣硬打嗎 這是怎樣 這1上去吃個Q3是什麼意思 而且他有血 選擇不回 波上來 偷了一個阿卡利達 被硬踢一波 煙霧彈躲一樣在等Oner 欸 踢第二下進來 明知道Oner在這 但是可能自己也有呼吸 在場 Q1打到 WQ2 機會來Q3 我的好欸 呼吸 非常穩的一套連招 呼吸帶走了 那這邊 湯可奇 停一下中路 閃線硬鐵 破解 知道他可以閃 沒膜 1不走 甚至1可能開過了 但是這波真的沒辦法 我是小虎 我也想推完這波先 合理 那現在Carry阿 要被輸出一波 又來了 Q3砸臉 但Carry阿這個硬度好像還蠻硬的 反而導致GumaYushi煩大的一波 哇 硬啦 天啊 竟然直接被他游走了 哇 自傷壓制 好強喔下路 這個 這個要是RANK 就是直接 開始狂點Galas 跟明的頭像 哈哈哈 老子直接在你臉上 扛一波傷害以後 然後 輕鬆撤退 咦 咦 咦 感覺卡住了 再一個冰柱 然後接上牙寧大招 接住了 呼吸還要再砍嗎 但是這一波是沒有劍魔降刺的 直接1就死了吧 直接換線影韻 好有趣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換線影韻的結果 但這一波 先是小虎主動的出手 Faker一樣是蹲在裡面 等Owner過來 我說實話 T1這波超團結的 他下部先被卡 他這波跑中就是 他如果沒做到是 他要輸十幾刀 他要輸十幾刀 但是他做到了 但這個是直接走出草 游泳 閃線舔 閃線舔 然後WQ 你硬要找麻煩 就是小虎這波 有問題 就是他跟著後排冰王 威這裡只能先發育 對 這個RNG必須要先發育一下 又來 又要硬舔你嗎 RQ 不不 那個R1 然後RQ 但是 用吞的扛一波塔 可是還沒過三秒塔 加熱還在 這波好像不太行吧 失誤了 閃線Q 但是塔再打一下 人也沒了 這完全就是硬拚啊 T1 A Q 殺了 但沒用 這個要被小虎殺 這波虎爛 這波T1 失誤的有點嚴重 我只能說 沒有算進去 沒有算進去 露算 而且沒點 甚至可能 其實有算 但是飛殼有降治療 覺得就 夠了嗎 好理 臉探草 被冰住 然後被牙齡大大出來 一想要進塔 但是活了 交上線 他可以直接把咒聲砍爆嗎 我覺得 呼吸這裡是有1打2的畫面 是有1打2的畫面 但是先被頂了一波 輪流扛塔 閃線A刀 但是被塔塞打一下要死了 回家怎麼就這樣 怎麼要逆轉 剛才發生了什麼 就跟上一把MG一樣 這都能 這都能逆轉 五千 買個早餐回來 奇怪 輸了 這邊鎖頭 硬抓 川肯齊 Ria的搭還沒好 差了幾秒鐘 沒有 滾 要來抓索拉卡 找到了 雙方都知道了 頂錯了 但是沒有關係 還能夠再 有人沒上來 冰住 有點尷尬 哈囉肯齊 但是他其實也不是很care 他也不是很care 他自己就殺掉了 然後小虎過來 支援的時候 被Faker 反身打了一套 出來然後我再 1回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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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能說好險 沒跟著進溫泉啊 不是啊那個 算得 他的timing沒有算對吧 現在這個機制都有 就是會斷掉 他不會 火鋪連擊 上路又要被躍 很難受死了 這次 不知道怎麼辦 真不知道怎麼辦 以外還在找機會 carry是選擇 直接頂 然後owner接了一個大招 但是呼吸這邊的狀態 還夠啊 還有六成血 可是威頂進去 直接被逼出閃現 哇 那小虎身上被套了一個虛弱 然後 Faker已經進到後排 在後排瘋狂的來回接 出西哥 沒了 他後去不去打Gala 其實這波團 也也 就已經贏了 不重要了 但是因為他上去打 產生了變數 小黑這邊真的玩得很好 他們這個 輔助 輔助第一拍進去 慢慢來再換打野 然後打野扛完傷害 再吞進來 而且carry 就是從你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盲頂的 你這個沒辦法 躲夜躲不了 對 沒有什麼操作的空間 沒有他們這個就是 他們輔野的配合 配合都非常好 輔助扛第一拍 對面 看到是輔助不all in 再換打野進來頂 打野吃了一套傷害 再吞掉再拉掉 剛剛 咒師給了一個機會 哎呦 隔牆出來的一個大 然後再頂下一波大消耗 是 但是沒有致命 WQ 姑媽是沒有大的 所以殺不了 而且小虎正在繞 小虎正在繞 小虎有沒有機會 想要想要想要 小虎過來了 先偷你一個 一塊鎖鏈 一塊連鎖 急了 哇 那這一下威怎麼辦 阿卡莉進來了 威走不了 阿卡莉的第二段 阿竟然直接踢臉上嗎 但是吞了 走了 KERIA有吞 這麼不給面 這麼不給面 就是不給面 呼吸從後面到過來 但中塔已經沒有了 這邊上來鎖頭硬打 但是效果非常一般 因為畢竟KERIA是有吞的 呼吸從後面進來 想要硬砍了嗎 這一波砍的效果好像還可以 可是它的血量吸不回來 直接倒掉了 小虎競爭結束以後 要再被跟上一波追擊 一下一下的點 小虎只剩一百滴血 FAKER下一個Q彈 空了被小虎給躲過 可是後面咒勢又砍進來了 夾B 哇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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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陪你玩一下 一萬四個人直接在那邊卡著 RNG只能用三人掉派防守 垂一下 選擇對Owner開了一波 但是完全沒有傷害 受不了 就想 就想垂一下怎麼了 兄弟 完全沒有傷害 這把隨便玩 心太崩了是吧 心太崩了 這個也是威硬開進去 零效果 所投備 彈肯齊 康克 這把 這三把切實在看完 我的感想是 T1的子方太厲害了 因為他們的上輔 因為上輔超強 對他們的上輔都能拿出這種 就是 對局勢很有幫助的角色 對 而且T1的後勤BP 做得都很 調整得很快 做得很好 嗯 鬥斯現在在這邊一砍二 交了一個閃現以後 然後成功的收掉了小虎 被卡拉 黏上了要死 因為被 綠槍打到以後 跟了一下 副武器攻擊 當 經濟來到六千的時候 陣容差距不大的情況下 就很難翻了 他竟然衣服回去的硬上 然後煙霧彈以後吸掉了一波傷害 走出了劍柏的W 竟然將 呼吸給硬秒了 而且Carry啊 隨時在撤啊 阿威以為要被操作了嗎 沒關係 有吞 好這邊 反擊了一下以後 有推得出來以後 沒有想要破槍 我還想殺 飛克打得也太狂了吧 最後還是要倒在小虎的手下 但是無所謂 因為這一波 小虎所有飛克以後 有一個果子 讓小虎拖出包圍 翻邊的速度很快 硬開古把遊戲有吞啊 沒事 交換技能 轉了 這波 騙了 這波騙了這個吞是轉的 恩 但是就是 沒有 我其實很少看到這個局面 就是牙齡 咦等一下 先一波丟菲克 這樣可以的嗎 這樣是可以的嗎 菲克交了一個精神之後 感覺很慘 阿被咒斯 一砍三啦 這不行欸 我覺得不行啦 這確實好像也是不太行 小虎100滴血 逃走 因為他是個阿卡莉 阿卡莉啊 1898K爆頭 看左看右打左 然後再收掉小虎 而且大轉好了 owner給一個大 是 哇呼吸也沒了 我覺得這波開有點問題 因為是個阿卡莉有金人有W 你開他 阿就阿就 你那個技能開他 他金人然後他隊友進場 這個就desperate你知道嗎 就是沒辦法的 沒辦法 很絕望 我感覺有辦法 但我感覺他就想打 那沒辦法 那就真的沒辦法 只能回家了 恭喜T1 推平了主堡拿下3比0 以一個絕佳的比數挺進四強賽 哇 阿區今年的旅程到這裡畫下一個據點 T1比我想像中的再厲害一點 那所以3比0 只一點喔 因為我也是 因為不是啦 我沒有反駁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我也覺得T1很厲害 可是他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強蠻多的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我沒有預期到他可以表現什麼 因為我預測是3比1啦 我覺得RMG第二把會贏 後面兩把都要輸 OK 但是結果第二把被翻了 OK 然後就被3比0 好就是跟你的比數就差在 就差一個小虎是不是 就差一虎 對 哎呀 虎地倒啦 RMG好像好多年了 又沒進四強 又 對沒錯 因為上一次進四強就是 是 2017然後撞到T1倒了 他們的心魔 好啊 呼吸哥跟威溝通 還在溝通 還在 現在還要溝通 那個以你的經驗 現在還在溝通是 氣氛嗎 也沒有氣氛 沒有不一定有氣氛 感情好現在才講得出話 感情不好現在 沒話說啦 其實RMG在這個B5的系列賽中 不管是第二局的前期還是第三局的前期 都一度是有掌握到機會的 一度 不是沒有機會的 是 其實說實話已經很精采了 我覺得T1真的還蠻強的 是 是奪冠任務 對 各位好歡迎來到賽後採訪 我是夏恩 讓我們恭喜T1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 也成功拿到了通往四強的門票 那我們請到的是大英選手 Owner來接受我們的賽後採訪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안녕하세요 先祝賀人民的阿門做 大家的印象一下 請問我請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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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T1的總統獲得了本場比賽的中馬來接受 張警告女研究員 田主上採訪 歡迎來臨選手 今天是很漂亮的3-0 這是勝利 dancing 是因為現在是 momentos性能迷秀的 現在感覺怎麼樣呢 現在感覺怎麼樣呢 3-0的勝利 3-0的雷里 同場比賽中馬來接受了 現在是誰能夠抓緊嗎 現在是一個場景 sean 我认为RNG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对手 所以说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3比0比较干净利落的赢下 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这样比较顺利的拿下了胜利 还是非常开心的 而且接下来也有四强的比赛嘛 所以说可能会稍微增长一下我们的一个自信心 那其实在今天感觉T1无论是从整体的团战还是运营 都表现得无切可及展现了非常强的一个竞技面貌 所以说可能在八强战开始之前 整个队伍有进行哪些方面的一些准备或者说特别的调整吗? 其实我们的竞技能看到T1其实反対和文章的 非常非常强的表现 如果是八强战开始前准备了什么特别的准备了吗? 首先RNG的竞技能都看过很多 RNG的特性 也有进行针对的一些研究 所以说可能从BP开始就有进行一些特别的针对 然后也是比较好的来进行了今天的对局 那特别是想问一下今天的第二局 其实RNG在前期是拿到了比较多的人头 然后也滚起了蛮不错的一个雪球 但是最后却以T1一个非常漂亮的翻盘来收尾 所以说想问一下可能在中后期是怎么样来找到这么好的一个翻盘的点呢? 其实2세트 보면三大阪在前准备一得多了 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 如果在这场上有什么样的角度看过去呢? 首先RNG是5-5的比较多了 TOP战狼的准备了准备了 我们的BATM和MID上有更多的益备了 之以ori附近 rituals 然后是我们下了阶舞的创业 可能在打开把 那其实我认为无论如何嘛 这是一个5-5的一个游戏 虽然在第二局的前期 我们上阶可能是阵亡的次数比较多 但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中下 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发育 特别是我们的下路 其实是能够慢慢地来打 然后是能够 Hoover全局的一個比赛 然后我们也是相信了下路 然后呢下路也是确实在后面找到了很好的机会 开瑞比赛拿下了胜利 那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到的是 现在来到四强也即将在亚特兰大对战上 京东 所以说 어느选手对于四强有怎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来说一下这四强的觉悟吧 昨天我会有什么期待が 있으신지 考虑一下 일단京东卡纳比选手 ジョングル选手が 제가 생각하기엔 지금 잘하고 있다 我觉得京东的打野选手 卡纳比选手是一个打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手 所以说呢能够和他的对决 我觉得也是一件比较光荣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虽然说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也会拼近全力 会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对决吧 那也是在此恭喜你们 他先本尊严 축하 드립니다 那我们的下午先放就到此告一段落 拜拜